大家好,我是小秦,欢迎来到国家小事频道 国家的小事,自己的大事 那中国在一周之前呢,就宣布了将要逐步开放的政策 大致的方案呢,就是第一,回国的航班已经不再有熔断机制了 第二,如果你回国,强制隔离呢,从七天减少到五天 同时,要继续居家隔离三天 第三,不再对次级密接者进行跟踪 第三,如果说你要回国,以前呢,是48小时需要两次PCR的 现在只需要一次,而且提高了PCR检测的预值 也就是说,你更容易过PCR检测了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中国的这一次开放政策 外媒是怎么评价的 首先我们来看纽约时报 它就认为啊,中国的政策的确是放宽了一些限制 但是整体而言呢,还是偏向严格的 而且,转变是不大的 但是,即使转变不大 也反映出了,中国领导的最高层啊,已经认识到了 需要用更有针对性的方法来控制这个新冠疫情 那是不是在暗示,中国高层已经认识到了 之前的方式不对呢 那么他还说,尽管这些举措 可能会刺激到一部分中国经济 但是,想要改变中国经济现在低迷的状态 这种目的呢,是不会很快就达到的 是慢慢来的渐进的 而且他认为,中国整体的策略是还是很重的 但是无论如何呢,这个新政策让投资者很开心 因为股票有了一个非常大幅的上涨 那么这是纽约时报的看法 我们再来看一下华盛顿邮报是怎么说的 他说啊,中国这个政策之后呢 整个社会是混乱的 人民呢,是焦虑的 怎么认为呢 政府的混乱主要是来自于官员们的混乱 他们在相互制定和传达互相矛盾的信息 因为在两周之前 金融市场刚刚听说要有放开的传言 然后呢,就有了一大波上涨 但是立即就有官员出来否认啊 说政策会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 并且官员还承诺将要坚定不移的执行 长期存在的清零政策 但是几天之后呢 政府就发布了20条放开计划 逐步放宽隔离要求 此后,官方媒体一直在宣传 消除公众不满 新华社说,纸封城和纸开放这两种极端 都是不可以接受的 那么在新的政策发布之后呢 对于一些一线实操的地方官员来说 他们的执行难度就更大了 因为从官方层面来说 动态清零的政策依然存在着的 这还是一个大指标 但是又有新的开放政策 这就意味着官员不能层层加码 不能给自己加戏 扰乱人民日常正常的生活方式 那这种政策上的互相矛盾 就给基层的执行带来了混乱 随之而来的是公众的情绪也非常的混乱 有一些人呢在放开之后 他们去酒吧去餐馆去电影院 重新庆祝开放了 但是有些人依然很害怕 因为他们害怕新冠的后遗症 所以他们决定还是要继续留在加州 并且都储备好了治疗流感的药物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经济学人 他非常简单 严简易盖 通篇没有很多的累赘 就说市场对这些变化表示欢迎 股票大涨 重粮联航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布鲁斯庞呢 他是这么认为的 他认为啊 不要对于中国的宽松政策过于乐观 因为这个政策他认为只是暂时的 他说啊 中国的新冠政策只是在短期之内进行微调 因为中国领导人反复重申 政策变化不应该被误读为重新开放 那么总体而言呢 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的开放政策并没有多少积极的态度 在一篇比较长的报道当中呢 只有一些少量的观点 其中夹杂的大量的悲观的情绪 比方说报道被封锁下 人民的生活很悲惨啊 中国的经济下滑 虽然这是他们希望看到的 还有中国的清零政策 给全世界带来的物流问题 通货膨胀问题等等 当然了 我觉得这也不能怪他们 因为他们本来关注的就是自身的利益 之前中国的政策的确是给世界造成不小的影响 甚至有一些媒体认为啊 中国的清零政策比乌克兰的战争的杀伤力还要大 比方说亚洲时报 他是这么说的 中国的经济体量是俄罗斯的十倍 是乌克兰的许多倍 由于流动性受限呢 中国一半的高速公路是没有办法通行的 非常多的港口也是关闭的 运营效率非常低下 而且中国的清零政策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非常大的 许多服务业制造业都关门了 这是第一 第二 他发现中国与其他世界其他地区 形成了一个鲜明的政策上的对比 因为中国边境一直是对世界关闭的 所以说中国与其他地方的实体交流数量 是在直线的下降 包括旅游和商业 比方说泰国这些国家 本来是对中国游客非常有吸引力的 但是由于疫情 那么中国人就不去那个地方旅行了 那么这几个国家的经济就出现了衰退 其次呢就是商务往来的放缓 也是中国对外投资停滞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为呢 对于一些融资需求比较大的新兴经济体而言 他们是急切的依赖外部资本来建设国家基础建设的 并且提升产业能力的 但是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呢 商务上的往来就放缓了 中国对外的投资也会降低 这对于某些地区而言 有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他还认为啊 中国的人民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了解是越来越缺乏 因为对于中国而言啊 大多数地区的新冠疫情的病例数要大的多的多 这就给中国人民留下一种很强烈的印象 就是说国内很安全 但是其他地方很危险 他们就会导致对世界的其他地方兴趣减弱 不想去了解 那么这种人民心态上的转变呢 会对于未来中国和其他地方的一些科学合作啊 商业合作啊 都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 那么除此之外呢 由于世界上对于中国的中间产品 就是一些中国生产的产品的依赖 就会直接影响到其他国家的通货膨胀 这是他的观点 总而言之 他们认为中国的清零政策对于世界的影响 比乌克兰战争是要大的多的 那不能看出啊 这些记者关注的永远都是国家自己的利益 只要别人的政策是不利他们自己的 那就是个坏政策就要批判的 那这错了吗当然也没有 他们只是用各种手段 把利益往自己方向引而已 这就是人性啊 是超越种族超越国境线的 也超越道德的 其实呢不光是在外部 别人是这么做的 其实在内部中国自己内部 轮到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 我曾经看到这么一个笑话 他说新冠疫情之后 老百姓的心态大体如此 如果是别人阳 那都和感冒差不多 没关系的不致命的 但是如果是邻居阳心了呢 那最好是赶紧拉走 隔离半年再放出来 可别传染到自己了 那如果是自己阳呢 那最好就去三甲医院 看个专家号 时刻有医生监护症 最后给大家做个选择条 如果说你得了新冠 你愿意居家隔离呢 还是集中隔离呢 那如果说是你邻居得了新冠 你希望它是居家隔离呢 还是集中隔离呢 其实大家都是为了利益 想明白的这一点 世界上很多的不公平感 就会减少很多了 好了谢谢大家 这是本期的节目 那另外呢 我想跟大家打个招呼 之前呢 我停登了很久 是因为身体状况 那接下来呢 我身体恢复了 也会慢慢的提高更新的频率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就给我点个赞 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